与确诊案例有接触 住进负押病房还在咳嗽 却被要求出院 到底是什么情况 W小姐这个月初 和L姓男友到英国出差 19日回到台湾 在机场采检后 她和男友一起 回到高雄进行居家检疫 但当晚她随即出现发烧症状 我还没有说到拆检结果 但是我那天就已经发 好咳嗽 跟全本音误理了 所以我就是不动冲到 1922跟前线打电话 还会有问题 W小姐和男友随即 被送到负押隔离病房 结果出炉 反倒是没症状的男友确诊 W小姐三次采验 却都是阴性 最后她被请出医院 要求返家 居家隔离 但是 W小姐决定找检疫旅馆 但却没有一阶愿意收留她 他们说是有跟确诊的接触 所以我不能去防疫旅馆 所以就一直能回家 警友山旅馆基本上 它还是属于一个相对 这个个案的安全的环境 明明明有症状 明明有症状 但却检验不出来 W小姐就怕自己成为防疫漏洞 想隔离却无处可去 昨天只好自己搭防疫计程车转院 去住每天自费4500元的负押病房 还好昨天晚上高雄市卫生局 政策把夹弯 卫生局表示 评估后 W小姐依旧有感染风险 总算被安排再度住进医院 地方中心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报道